彩香的邮局 昨天,彩香用纸箱子做了一个邮筒 早上起来,彩香抱起了邮筒晃了晃 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哦,说不定是信呢 彩香打开了邮筒的小门 哇,这么多,这可怎么办啊 彩香想了一下,然后说 这些信要全部送到才行 彩香把信全都装到胯包里 出发去送信了 嗯,这一封是碧橱二缸二号 来到碧橱前面,彩香大声喊 你好,来信啦 来了 碧橱的门刷的一下拉开了 老牛走了出来 辛苦了,哎,是绵羊寄来的啊 真是好久不见,得赶快回信才行 谢谢你了,邮递员 不用谢 嗯,下一封是冰箱一缸一号 你好,来信啦 你好,来信啦 从冰箱里出来的是企鹅 哎呀,是爸爸寄来的 不知爸爸身体怎么样了 谢谢你,可爱的游地员 企鹅说到这里,还流下了一滴眼泪 真好啊 嗯,下一封 书架三缸九号 书架第三格的第九本 啊,就是这本书 喂,来信啦 来了 从书里出来的是乌贼 哎呀,辛苦你了 不好找吧 谢谢你,出色的游地员 没什么 嗯,最后一封是楼梯八号 一级,两级,三级,四级 你好,来信啦 来了 第八级楼梯的木板 砰的一下打开了 长颈鹿伸出头了 哎,想不到大象会来信 真让人高兴啊 得赶紧回信 谢谢你了,小小的游地员 不用谢 啊,终于全部送完了 大家这么开心 真是太好了 彩香松了一口气 天黑了 彩香的油桶前面排成了长队 第二天早上 彩香起来一看 油桶里塞满了信 哇,不得了 今天可要忙坏了 啊